接下来呢,我们要学一下类型的提升问题 无论是恰类型也好,修的类型也好,无论有无符号 在表达式里面都会被转换成int或者ansign int类型 接下来我们在代码里面验证一下 我们在这儿新建一个项目,我们在这儿输入类型提升 然后我们选中空项目,单击确定 我们在这儿选中原文件,添加一个新建项 我们在这儿输入类型提升.c 向然后呢,我们在这儿接着添加值 首先我们在这儿英克路的stdio.h 然后我们接下来英克路的stdlib.h 然后呢,我们在这儿输入voin domain 现在我们在这儿来定义两个变量,xch 我们让它等于字符a 那么大家想想 字符ch现在有几个字节呢 它在这个时候只有一个字节 我们在这儿sees of ch 然后呢,我们在这儿运行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ch是不是只有一个字节呢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儿再定义一个字符 ch 我们让它等于字符b 那么大家接着想想 ch加上ch 它们的字节有多大呢 我们在这儿可以来求一下 sees of ch 加上ch 因为我们要知道sees of是可以求表达式的 在这儿呢,我们插入斜杠N换行 现在我们就运行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占四个字节呢 这个就是类型提升 大家在这儿理解一下 恰字符 无论有符号,在表达式中都会转换成int或者ansignint类型 大家在这儿可以看到,是不是占四个字节呢 那么大家接着想想 int占几个字节呢 int是不是占四个字节呢 例如我们在这儿输入斜杠N 我们在这儿输入int等于百分号D 然后呢,我们在这儿输入sees of int 然后呢,现在在这儿我们就把它执行起来 大家在这儿发现没有 字节是不是一丝丝呢 所以在这儿就证明了这一点 接下来,我们在这儿再来演练一下short 我们把这个门函数命名为门1 我们在这儿输入vall in the man 然后我们输入括号,大括号 然后呢,我们在这儿short x等于256 我们在这儿接着short y等于123 然后我们接下来打印出x加y xy所占的字节数 我们在输入print of 百分号D,百分号D,百分号D 我们在这儿分别输入sees of x 然后我们在这儿输入sees of y 然后我们在这儿输入sees of x加y 然后我们在这儿输入分号 最下方我们输入get of x等待一下 现在呢,我们就把它运行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224 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呢 因为无论是恰类型,秀类型 无论有无符号 在表达式里面都会提升为 int类型或者安散int类型 这里x加y就被转换成了int类型 所以它在这个时候占四个字节 所以呢,大家务必要理解这一点 这一点就是类型提升的问题